在這個單元我們要來跟大家講講未知數 在開始講未知數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題 一包糖果賣十元 八包糖果賣幾元 請列出算式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乘法問題 那題目只要我們列出算式就好 我們先不需要把答案急著算出來 一包糖果十元 總共八包 所以我要乘以八 十乘以八 就是這個題目的算式 那如果今天題目改成 一包糖果賣A元 八包糖果賣幾元 請列出算式 第一題跟第二題唯一的差別 就只有在第一題當中 一包糖果賣的價錢是十元 而在第二題變成A元 那一樣要列式 但是我們的式子 是不是長得會跟上面很像 只是唯一不同的是 上面的十元 在我們列式的時候 會變成A元 這是一包的價錢 總共買八包 所以乘以八 這個A 我們不知道是多少錢 它就是一個未知數 到底什麼是未知數呢 它就是利用符號 像我們以前可能學過用瓜號 或是用一個方塊型的框框 或是用文字 像我們剛剛用英文字母ABC 那在中國古代 我們是用甲乙丙丁 來代表未知數 我們利用符號或文字 來代替數學列式中 某一個不確定的數 這個不確定的數 被符號用文字來代替 就叫做未知數 那其實未知數的列式方式 跟一般的數學列式是一樣的 在我們剛剛那一題 我們就可以看到 一個是10乘以8 而我的未知數是A乘以8 是不是一樣的列式方式 所以它的列式方式 跟一般數學列式是相同的